你 为师 为师庆 你这个骗子 你居然敢装瞎 你知不知道我要多惨 我要端茶倒水伺候你 我还要给你煮饭书头 穿衣服 走路还得扶着你 知不知道我这样忙前忙后的 围着你团团转 你这样看着我是不是特别开心啊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看到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是什么样子的 人家都说夫妻同心才能 才能随大神 而你呢 你还说自己是个翩翩君子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翩翩君子 你就是一个无耻小人 无耻下流 我 我给你补偿行了吧 补偿 什么补偿 说吧 要什么 蓝银 黄金 珠宝 不要白不要我 以后跟老爹一起 到底要不要 要要 我全都要 可以 另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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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之前叫我伺候你做的事情 都得再做一遍 我叫你向东看 你就得向东看 铁都不能往西边撇一眼 我叫你站你就不能坐着 我叫你喝水你就不能喝茶 你提这么多要求 你就不怕付出代价吗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 就把你装下的事情都说出去 好啊 那我也提提我的要求 你还敢有要求 你配吗 难道你就没有欺骗我的事吗 我 没有啊 没有 第一 你为什么偷看我洗澡 我没有 我那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喝多了 而且 我 那你再看看这个啊 这个东西怎么解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谁画得好丑啊 是个坏蛋装下 既然眼睁睁看着我画王八 再加上之前的肿 竟然都被他看了去 行啊 那我就把巧音秋华叫过来问一问 想必啊 这九王爷也想你了 我让司衡写封信 让他过来探探亲 如何 司衡 别别别 我 少爷 妈 我交代 我全都交代 但是我求军你一定要放过巧玉和秋华 他们真的是无辜的 那我得听听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叫小丸子 我爹叫何一芷 我们是靠卖艺为生的 结果我爹赌钱赌输了 为了给他还债 我被卖到青龙寨当压寨夫人 然后青龙寨的人 把我带到如意楼洗澡 我本来想趁机逃走 结果这时候遇到了郡主 我 跟上次说的一样 看样子没有撒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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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